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奇门遁甲的系统 可以看见这个系统是核奇复杂 因为这个系统也很庞大 那么我之前所做的这个天干的冲合 还有想把这个天干的这个刻印给放进去 因为我们这个关系网实在太满了 想放个放不进去 古书上面我们这个天干的刻印 其实写得很具体 就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么为了把这个刻印放进去 我呢就重新排列了一下 把这个天干的冲合原来是这个石天干配这个天盘配地盘的天干 甲甲配到这个亥亥一拢一百格 这样排法呢就代表我这个每一个工就需要一个图表 那么为了更节省这个空间 就是简化我们这个关系 我就把这个每一个局它天盘移动的方位 就是移动一格两格这样重新开了一次 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更节省我们这个空间 把这个系统更简化 弄出来以后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鼠标放在每一个弓上面 那么就会显示它的天干刻印 八门刻印也放在上面 那么参照一下比较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古书上写的刻印准不准 那么要是觉得很准 务必向我报告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排盘到底是这个 会不会因为是拆补法或者是这个 还有这个滋润法会影响我们的准确度 哪一个会比较准 那么就是观众朋友们 你们要是有心得的话 务必跟我分享 那么在市面上我看见很多排盘系统 就是有写这个天干刻印 八门刻印这些的好像没有看见 一般有一些评分那什么的 倒没有就是把这个刻印的内容放进去 那么我这个系统已经有了 那么欢迎大家使用 那么我们回到正题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个空王还有义马 那么空王呢 就是我们石干跟十二地支 做的组合 那么因为有十二个地支 那么肯定有两个是配不上的 那么就叫做空王 如同我们之前聊过的这个地支 对应的八宫 那么这个空王 我们也可以找到 每一个地支 它相应的就是对应的宫位 比如说子就是对应我们的砍宫 丑跟银 丑跟银是对应我们的更宫 帽是对应我们的正宫等等 那么八宫就可以配上去了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软件Power BI上头 其实这个编程来说 它的算式表达也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训工这里 要是天盘的这个训手是新的话 我们就显示这个空字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排盘里头 就可以看见 在这里我放在这个每一个弓的上面 有这个空字的话 就是空王的意思 那么基本上就是 每十小时 它就会 跳一个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拿 1月1号 那么它的这个位置 是前宫控王 下一天是他的这个对宫控王 还有对宫跟坤宫控王 那么是可以有多余一个宫位控王的 在下一个时辰 这个跳了一个 我们回一下 那么这个是宫控 离公 然后 有是 这个训工 又是训工 再跳一个 训工 这个序就是正宫 更宫 可以看见 每十个就是一个一个的逆时针跳下去 那么 这个控王是这样 这个一马星也很简单 那么一马呢 就只会发生在这四个角 迅宫 更宫 前宫跟坤宫 这四个角 那么它的口诀就是 生子 生子 臣 马在 银 银 母 须 马在 身 四有 丑 马在 亥 还有 亥 卯 卫 马在 四 就是 看着这一个 这个口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算式表达写在我们的这个算式上头 那么这个就是在迅宫的话有害 有毛 要是他的时针的地质 时针的地质 时针的地质 对 日盘 时针的地质 它是有这个亥毛位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就把现式这个马 等等 那么在在这四个宫位前宫 这里 昆宫 我们都把这个算式都加上去 那么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马就在这里 这个亥马是每时辰跳两格 我们改天子的话就是跳到在这个亥宫 丑的话就到这个前宫 不断的就是每个时辰就跳一个 那么他们表达什么呢 就是空盲是代表这个虚假 就是我们一般看这个时针 这个时 这个时辰的这个天干 那么时针 就是要是他的这个贡位 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贵 这个是时针 那么他在这个 那他没有空盲 那就没有问题 我们找一个有空盲的 看看在哪里 那么日针 时针空盲就代表这个 这个可以看见我们这个日针是空盲 时针是代表事物事情 那么要是空盲的话呢 就代表这个事情是虚假或者还没有发生的意味 那么要是日针空盲的话呢 那么要是日针空盲的话呢 就代表这个求策者 这个就是时针日针同时空盲也是一马的 那么就是代表求策者呢 对这个这个事情 实行这个事情一直不够的意思 一马呢 是代表这个事情会有变化 就是会有逆转 会有转动的意思 我们也是看这个石针的这个地质 要是它的产生 这就是这个公位有意吗 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就有改变的可能性 好了 今天我分享的就是到这边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